好 来看到玉里的妈祖宫长期捐赠物资 那么现在确诊人数是增加 妈祖宫更是准备了300份的物资给玉里镇公所 借由公所来转赠发放给需要的民众 让需要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爱心 桌上满满的食物 还有一些防疫的小物 这些有县政府的防疫包 还有玉里镇公所 玉里妈祖宫所准备的物资关怀包 就是希望能够给确诊民众有更好的照顾 现在目前有300份 然后已经发送的也有50几份在万荣的地方 那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其实这个数量我们是目前没有限制 我们还可以在目 因为这个疫情是人人有责 那我们作为地方的信仰中心 一定也是协助我们的政府 把这个防疫这一块做好 然后需要关怀的我们也会尽力的去跟公所这边配合 玉里镇公所也准备了物资的关怀包 除了针对确诊者民众发放之外 特别也针对弱势家庭 边缘户等需要的民众 只要确诊的话 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的话 我们得到这个相关的通报之后 我们会请理干事 他会及时的传送到 运送到那个确诊者的家门口 然后再用电话通知请他来采领取 马祖宫长期捐赠物资 现在确诊者人数增加 马祖宫更是准备300份的物资给玉里镇公所 借由公所来转赠发送给需要民众 公所表示 县政府也有发放防疫包 再加上公所准备的关怀包 让需要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爱心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